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18号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其实讲一个特有意思的事 就是自从普京和习近平会面之后 发表了联合声明之后 中国正在互联网上炒作一个概念 叫做图门将通行 东北再振兴有望了 东北有救了 网上铺天盖地的帖子都是 我看完之后呢 不禁给我逗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东北在建国之初 重工业基地 是不是 共和国的长子 结果因为执政的种种的 不当和错误的决策 把共和国的长子剥削 压迫成了共和国的孙子 现在怎么着 这孙子要支愣起来了 我不是要侮辱东北的朋友 不是这意思 就是被压迫成这样的 现在指望东北崛起 咱今天就跟你们好好说说 东北能不能靠着这个所谓的出海口 所谓的图门将 这次支愣起来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老郭宇 先快速的过一下中国官方的新闻 咱们三言两语 看一下中国官方到底又在吹什么牛 根据中国官媒的消息 说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快速崛起 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图门将出海口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 不断的与日俱增 那么这次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那么双方达成了重要的联合声明 双方提到 我们将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就中国传之 经图门将下游出海航行事宜 展开建设性对话 这个说法在中国官媒口中说 是对图门将出海口问题的重大突破 意味着中国东北地区可能将获得新的出海口 彻底的根本上的推动东北复兴取得新的突破 这样咱们一边说的 咱们一边给大家看一下地图 免得大家有些历史地理不太好的 不知道图门将在哪 看这个吗 这个鸡嘴下面这个位置 就是图门将 图门将出来 直接奔的可不是中国的渤海这个方向 黄海这个方向 不是 它直接就可以绕过朝鲜半岛直奔日本海 一下这航路就得到了极大的缩减 而且据说是有一些优势的 什么优势呢 就是中国宣称他们要开发北极航线 咱们这样转动这个谷歌地图 你可以看到 如果用北极航线这个概念来说的话 从这个地方出海口 一路往上 经过库业岛 再穿过白岭海峡 然后沿着俄罗斯北部航行 就可以直接抵达欧洲北部 这个航线由于地球是圆形的 由于地球的纬度影响 实际上在这个平面的地图 你看着可能不太明显 但是在这里看 很明显航程是要比走马六甲 然后穿印度洋 再那么走地中海过去 明显要短一些 这是中国打的如意算法 当然这个算法能不能撑得住 我们后面会说 所以他这个文章继续说的说 如果未来中俄朝三国能够共同开发这片区域 那么三国的合作就可以包括图门江下游 书郡 铁路桥改建 还有这个什么拓宽图门江下游通行能力等等 这将对中俄朝三国经济带来正面影响 这个出海口的打通 不仅是一个航道的开放 更关系到整个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 经济发展 甚至是国家的战略布局 这是一个功在当代 历在千秋的大忌 一些车话 车俄罗话套话 咱就不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是中国国内宣传的无数文章中的一个 我截的图 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图中 这种远洋巨伦 其实那个图门江能不能通行这个令说的 就是从这开始 你看辐射日本 辐射韩国 这个三角区 一下子就可以把中国东北 吉林 长春等等地底 重工的基地 全面盘活 再也不用经过繁琐的铁路运输了 这个运输的运力 效率 运费 成本都将大幅度降低 一些官话套话 看起来确实是个好消息 看起来确实 如果你不熟悉国际政治的话 确实能够振兴东北 但是这背后有很多事情 中国官媒可没说 咱详细给您聊聊 首先咱们说第一点 中国在这个北部地区 北太平洋地区需要一个出海口 好像是个刚需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看起来很重要 但问题是 如果稍微有点历史知识 稍微对中国近代了解一点点就知道 中国以前从来不缺这个地区的出海口 OK吗 我们到处都是出海口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短片 是中国的电影制片厂 以前自己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发布的一个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乌书里江与东壮大地区 是中国的民主 当时乌书里江和乌林江 都是中国的内核 1858年5月28日 法国帝国主义 曾经把计划组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 要武力刷出新台班级 先进了处平党的 而是了黑龙江以守的中国领土 有六十多万区帮州里 并把乌乌林江以根大券中国领土 挂得中国两刀共挂 1865年11月14日 大约定决主义 再次借助伊伦萨定决主义 斯拉罚领土 将在北京的军事压力 再次军台政府 宣定了要一个不平党的 专业北京裁军 法律之旅将以终的 全国公军领土 全国挂充俄国 以四十万平方公里 大约帝国主义 通过不平党的中俄爱飞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整广大战 与和东北地区的领土 一百多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标准的 五个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 相当于利亚大国 好 视频看完了 你可以看到 中国以前一百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法国 相当于五个白俄罗斯的广阔领土 原本都是中国的 恰恰是老毛子 把他们割让走的 看到中国的版图 是不是 我们从小到中国 长起来的朋友 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学科尔 中国的地图 像一只奥利在世界东方的雄鸡 看它尖锐的那个慧 就是鸡嘴 奥利在世界东方 你看完这个短片之后 你就知道了 中国如果是只鸡的话 这只鸡的鸡嘴 看这图片 看这个形状 是被老毛子一巴掌删出来的 就是你的鸡嘴 是别人干出来的 太羞耻了 对吗 但凡是一个有血性 有脑子 没被洗成脑残的中国人 都应该对俄罗斯 对老毛子抱有嗤之以鼻 和刻骨的仇恨 如果说侵略中国 压迫中国人的人 虽远必诛的话 我也套用一句粉红的词 那日本排不上号 你知道吗 伤害中国最深的跟日本有什么关系 老毛子历史以来就伤害中国 直到今天还在伤害中国 毕竟日本到他侵华过 打过战争 但是他也赔偿过 中国近些年的最大份额的 对外援助贷款 全日本给的 要说赎罪 日本人已经赎过了 日本到现在没有占中国一寸领土 而俄罗斯到现在还在 还在干着中国这张鸡嘴 OK吗 而且是把你的东西 原本黑龙江是中国内核 原本中国不缺出海口 北边上去 比你这个所谓的图门江出海口 还长 还方便 黑龙江了 开玩笑 黑龙江原本是中国的内核 对不对 是谁造成这一切 现在中国这些媒体 真的是 我就不知道 他们是良心被狗吃了 还是为了吃口饭 真的不择手段 对俄爹歌功颂德 好像是俄罗斯这一点头 推动三方 给中国多大实惠一样 好家伙 把原本属于你的东西 抢走 让他给你一部分 你就跪在地上 摇着尾巴 太丢人了 这是第一个 从历史等的原因 咱们先倒这事 这得论清楚了 好吧 这是一切的根源 其次咱们说第二点 东北能不能成功 东北的工业 老工业基地 已经被改了干净了 对于中国历史同样 建国以后 1949年之后 有所了解的朋友也知道 东北从毛泽东主政开始 就经历了怎样的剥削 把曾经日本人 给培养起来的那些人才 逐渐的全部的进行了掠夺和外放 什么叫掠夺 就是从东北掠出来 放到四川去 放到湖北去 放到河北去 等等地方 哪里需要这些重工业的 这些工业干部 就从东北掉 OK吗 这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 没有吧 东北后来 经过逐渐的改革开放之后 经过 东北曾经在税收 如果没错的话 是全中国省份里边 排行前三 仅次于上海的位置 结果后来被榨干了之后 中国经济发展之后 南方的省份快速崛起了 东北没落了 没落之后 东北依然面临着各种资源的 开采和盘剥 别忘了曾经那个所谓的黑龙江鹤港 是吧 等等那些地方 是如何的贫瘠 中央的拨款 每次说给 每次都不给 等等等等 像一个被遗忘的城市一样 很多地方说 东北人不好 就网上说 说东北人 说女的在海南地方 从事那个行业等等 我先说了 我虽然不是东北人 但我跟我很多东北的朋友聊过 人家为什么 年轻人都跑到海南去打工去 你以为东北人贱吗 人东北不愿意在自己的老窝里边 烤什么烤铁锅盾大鹅 是吧 人不乐意吗 能活下去谁背井离乡啊 是你中国政府把政策政策不给 资金资金不给 把东北活活拖成这样子 还搞什么下岗 让人家没处活没处藏的 没办法选择远赴他乡 从事各种各样行业 这些人里边肯定有鸡鸣狗道之辈 但你不能抹杀整个群体 谁是元凶 你中国政府啊 是这道理啊 所以这会想起来了 所以现在说了 一个图文江好像就能改变 东北整个的这个局势一样 你东北还留有什么 你的众公园基地还有什么 对不对 其他的那些已经成套的 配套的一些东西 早就已经重心转移了 这个时候且不说你图文江还没有疏通 疏通要多久 要两年三年 这是个跨的大饼 你还没吃到嘴里呢 就算你吃到嘴里了 你这个地区还能重新振作多少 对吗 而且这也连出的第三点了 就牵扯都第三点了 就是现在的时间和1949年 1945年 1930年可不一样了 那个时期没有所谓的全球一体化 很多东西都是在本国内完成全部的产业链生产 OK吗 但是现在到了2024年 全世界的一体化 随着中国这个节点的退出 或者说自动的自决于世界 产业链进行调整 但再调整 全球化已经进行了一定很长的时间 各商业各企业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所以它不会一下回到以前 产业链再回流美国 全球化的一些环节也已经永远的扎根下来了 那你看看现在这个地图 咱们还是看着刚才中国官方自己的地图 说你东北是吧 运力运送日本运送韩国 很方便 像一个三角一样 我想问你 你中国如果继续的帮助俄罗斯 继续跟俄爹捆绑在一起 人家日本和韩国大利利吗 动动脑子 好吧 别中国官媒说什么就信什么 咱自己脑子 俩肩膀扛给脑袋 这脖子上面是什么呀 虽然我没有脖子 对不对 你中国到时候是面临的是制裁呀 而且咱们再看地图 你说走北极航线 你真当阿拉斯加不存在是怎么的 阿拉斯加是美国的国土 在阿拉斯加 俄罗斯那边远东有一块 美国有一块 我问你 如果制裁实行 你的北极航线 咱都不说什么北极的冰封 北极的气候 北极的航线怎么样 你的船的技术能不能扛得住 没有故障 是吧 就说是能扛住 人家美国在阿拉斯加海上射卡 都不用航母战斗群 调两艘驱逐舰 陆地上建几个空间基地 你哪条货船也休想通过白陵海峡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你还是得乖乖的怎么样 在马六甲走 而如果中美交过到那个程度以后 马六甲也不让你走了 你怎么办 你就像个王八壳里的王八一样 就给关死了 付出这么多代价 最后就是你的出海口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能跟你做生意的 一个欧洲 一个美国的两个大买单 大买家最终都会取消给你的订单 跟你的合作 把你像关在王八壳里的王八一样 关起来的时候 你一切的经济活动 就只能依靠你的俄罗斯 和几个斯坦 这个斯坦大和斯坦的内陆国家 你从一个拥有广阔海岸线的国家 变成了被动的片板波的陆海 因为陆海也没有什么价值 对吗 所以这种全球的战略价值 战略意识 好像中国的粉红完全看不到 今天好几个人跟我发私信 说川普你说了这事吧 图门江这事 你看中国不像你说的那样 中国有希望了 东北都崛起了 中国在一起合作还是有好处的 听完我给你说的三点 你告诉我好处在哪里 这三点但凡有一点能实现 我都给您叫爸爸 对不对 完全是画的大饼 而且更别提咱们可以追加一个小尾巴 就是如果说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增加 东北作为一个重工业基地 是吧 重新复活 主要生产支援俄罗斯的产品 我问你原料从何而来 你的油 铁 铁矿石是吧 等等 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很多东西都是商费进口的 对你一样禁运之后 我问你 你拿什么生产 巧负单位雾米之吹 难道你中国政府 你可以凭空生产出那些军需群 品来供给俄罗斯 你就算退一万步 一亿步 你生产出来这么一个虚构的 一个高科技的东西 完成了全部的材料替代 你的科技术无限的发展 不需要从国外进口任何东西了 我问你 俄罗斯又拿什么回馈给你 它的颅布吗 它的擦屁股指一样的颅布吗 这是一个死局 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中国的这些媒体们 就炒作出一种 好像又是一个东升西降 又是一个中国崛起 东北崛起的 一个酷炫的外表 完全是在扯淡 不管是屠门江 还是黑龙江 不管是出海口 还是升天口 中国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 永远是国际贸易 是国际环境 是国际外交上的根本 这像一个桌子一样 如果你的桌子是坚挺的 那你的桌子上摆满了美食 我们可以饱餐一顿 如果你的桌子不平稳 四个腿少了仨 就剩一个腿 那桌子上摆的所有东西 它都有一个别称叫悲剧 你的桌子摆满了悲剧 随时的一个腿 你现在这边使劲拿手掰着 撑着还能撑得住 镜头外的看不见的地方 你那边手一松 啪打整个桌子就酸 这个省上边所有的东西 全部打得起来 这就是中国眼下的幻象 很多人觉得还觉得很平安 觉得很稳定 很稳妥 你们这些人都尬黑 没关系 这一条腿的桌子 很快就要原形毕落了 咱们等着看 西方的动作 之前绥靖的时候 是怎么怎么样 但是随着局势越来越明显 2024年到了2025年之后 世界大局就彻底搞定了 好吧 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到了2025年的最晚到年终 有些东西就会水落石出 好吗 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做 进一步的报道 所以关于中国的 所谓的东北振兴 所谓的图门将通行 我的解读 我的分析就在这里 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